很高兴来到这里,今天晚上由我们做开场演讲,在此特别感谢耶格机构的信任。这位是我美丽的妻子罗莉,跟伴侣一起做这个生意是非常美好的事情,罗莉是世界上最棒的生意伙伴。 很高兴跟大家见面,彼得做开场的时候,他喜欢满场跑一遍,跟每个人握手。要是我也像他那样做,你们喜欢吗?好像有点不喜欢呢,为什么我们害怕彼此呢? 我喜欢这个生意,因为在做这个生意的过程中,我们将学习克服这一点。这是世界上最好相处的一群人,你可以在这里交朋友,也可以放松自己,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彼此激励,希望彼此成功,希望彼此都拥有美好的生活。 握手是一个很好的交流方式,放轻松点。你握手的对象可能是将来和你一起去夏威夷旅行的朋友,是和你一起打造美好未来的朋友,也将是你孩子的榜样。不要彼此害怕,这是完全不必要的。我们应当克服这些心理障碍。 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交流机会,我们应该欢迎这个机会。跟安利生一人交谈是很容易的,因为他们都很友善,很主动。当然,我们也会紧张,我们希望说话得体,所以我们会努力做准备。 无论如何,安利人都很友善,跟他们很容易聊得来的。你可能会心里打鼓,我才不要跟他们说话呢,我才不要上台呢。 当你真的做好准备,而且有话可说,你就会期待上台的机会,因为台下每个人都非常友善。 在正式讲话之前,我们一般都会强调,如果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,跟你的导师所讲的有不一样的地方,那你一定要跟导师确认,因为你的导师了解你,也了解你的生意。 他们的建议才最合适,这样才能充分利用聚会学到的东西,确保自己的生意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。 其次,今天我们会围绕基本的东西讲,就像你去杂货店,商品琳琅买目,有些是你喜欢的,有些是你不喜欢的,你也从未尝试过。 但是,你每次只会买需要的东西,不会所有东西都买。 今天也是一样,你要买自己需要的东西。 你要知道自己的生意现在处于什么位置,去参加聚会就像到杂货店购物一样,先看看自己需要什么。 我们距离拥有自己的生意还缺什么,就补充什么。 每次去参加聚会都会有新的东西,都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,每个人都需要一些新东西。 因为每个人的生意都在成长。 今天有新人吗?哪些朋友是第一次参加? 新朋友们,来一个深呼吸,放松一下,我们才刚开始呢,状态不错,很好。 今天我要讲两点,首先是思维方式。 这个问题我们讲过很多了,要注意些什么,为什么它很重要,我们都已经很清楚。 今天我们讲思维方式,要跟梦想联系起来。 跟这个生意模式联系起来,跟如何建立资产联系起来。 其次我要讲一讲做这个生意的承诺。 如果你成功建立这个生意,你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? 一定会发生改变的,我们要拥抱改变。 我们加入这个生意就是为了改变人生。 我们讲承诺,具体而言,包括参加这个系统,使用产品,还有生活方式,区分孰清孰众,比如钱优先花在哪里。 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两点,首先看看思维方式。 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? 所谓思维方式就是我们看待问题,看待一切事情的方式。 比如说,如何看待婚姻? 如何看待育儿? 工作应该怎么做? 无论什么思维方式,其实就是关于某一问题的看法。 比如说对自己的看法,对这个生意的看法。 思维方式会影响你的行为,影响你的愿景,影响你对事情的看法。 你对自己的看法可能会让你不愿意跟人交谈,宁愿永远待在家里。 你对自己的看法会决定你做一件事情是否做得自在。 你对别人的看法,决定你是否愿意出去结识陌生人。 换句话说,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,你就有什么样的行为。 在这个生意里,我们希望寻找那些具有同样思维方式的人,寻找那些像我们一样思考的人。 这样我们才能打造思想一致,不断前进的团队。 吉姆·克林斯的书《从优秀到卓越》,你们听说过吧? 他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,你的大巴车要载人,就像你的团队要吸收新人一样,你希望让同道中人上你的车。 如果方向相反或者不愿意往前走,那你的旅途将会很麻烦,只有方向一样才便于共同前进。 那么,我们要寻找什么样的人呢? 在打造团队的时候,你要寻找心中有梦想的人。 他们有动力在星期二晚上或者星期六下午出门做事情,一定要寻找心中有渴望之人。 我们正是这样做的,现在他们已经走上正轨,跟他们的梦想追求一致。 即使我们不盯着他们,他们也会为梦想而努力做这个生意。 只要让他们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,他们就会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。 所以,我们要寻找那些能够掌握我们生意模式的人,他们愿意学习我们建立这个生意的方法,相信我们所做的事情。 不要寻找思维方式跟我们不一样的人,我们要寻找那些认同我们的思路,我们的想法的人。 我们不会为了他们而改变我们的思路,我们要直接告诉对方,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,你能适应吗? 我们是这样做的,你是否愿意做出改变,学会我们的做法? 我们要寻找那些认同我们这个系统的人,有长远思维的人,而不是只看眼前利益的人。 有梦想,有目标的人能够制定长远的计划,并且为之做出改变,而不是下个礼拜就要看到结果。 他们懂得延迟满足,具备良好的工作态度。 他们明白,成功要靠自己努力争取,而不是靠别人施舍。 我们要把这些要求跟他们讲清楚,看他们是否愿意接受,至少他们愿意学习,不是每个人一开始就具备这些特征。 但是他们思路要开阔,愿意不断学习,不断提高自己。 首先,怎么理解梦想?你有什么梦想?就是你为什么要加入这个生意。 如果你没有梦想,如果你觉得这个生意不能帮你实现梦想,那么你就没有必要做这个生意。 这个周末,你也没有必要来到这里,你没有理由大老远地去密歇根州。 你跟朋友说,你周末要从佛罗里达州去密歇根州,他们会觉得你疯了。 所以,你要寻找有梦想的人,有梦想才会做这个生意。 梦想就是你的动力。 有梦想,人生才有激情。 梦想让你有更大的视野,让你看得更远。 你的生活不再只是朝九晚五,你的追求不再是熬到六十五岁退休。 通过建立这个生意,你会打造更精彩的人生。 不仅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,而且你会成为更优秀的人。 你的人生有成就,你对未来有希望。 在追求实现梦想的过程中,你会更深入地理解这个生意。 你会发现,你所经历的过程是实现梦想的必有之路。 如果你才刚刚加入,那你应该写一下计划。 这里是出发点,你现在能赚多少钱。 到了下一站,你能实现什么梦想。 再往前走,你能实现什么梦想。 你把自己的梦想列出来,看看梦想如何逐一实现。 你就能看到这个生意与梦想成真的联系。 这个生意真的能够帮你实现梦想。 无论是什么梦想,你未来都能够实现。 看到了这一点,你就有动力继续努力。 那么,你下一个梦想是什么? 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梦想,可能是物质的,也可能是非物质的。 比如说生活方式,比如说做慈善,帮助有需要的人,给予他们支持。 有些人说,我找不到动力。 其实你可以找到很多梦想,这些梦想就是驱使你前进的动力。 有些人很容易找到梦想,他们专门有一块白板,上面全写着他们的梦想,他们很会激励人。 但我不一样,我觉得很难,因为我总是想到不好的事情。 我可能天生不会做梦,我有一些梦想,又默默地筛选掉。 哦,我想要这个。 然后我又想,啊,可以吗?我应该要这个吗? 我又把它排除掉。 这样会不会伤害到别人? 会不会违法? 别人会怎么看我? 我心里会冒出很多疑问。 我们想让孩子在家上学,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,这是合法的吗?不会要坐牢吧? 你们会这样纠结吗? 如果你想要更多,你会不会质疑这样做对不对? 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。 你可能会因此而排除掉一些梦想,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,不管你追求什么梦想,都不要伤害任何人。 有时候我们会问,这样公平吗? 如果我得到了这个,这是不是从别人那里夺来的?这公平吗? 比如说赚钱,我们都见过分饼图,对吧? 饼就只有那么大,如果我拿的那份比较大,那别人拿到的就比较少。 我记得保罗·皮尔泽在《典诗成经》一书中说, 财富不是定量的饼,物质资源是无穷无尽的。 我们发展一种资源,同时也能提高另一种资源, 我变得富有,别人也会因此受益,这是水涨船高的道理。 所以,担心这是否公平,担心这样做对不对,完全没有必要。 我们要改变思路,因为财富不是限量的。 我们生活在拥有无尽物质资源的世界里,每个人都有机会。 如果我取得了成功,其他人也会因为水涨船高而获益。 稀缺问题是不存在的。 还有人质疑,我是不是太贪心? 我真的需要三双鞋子吗? 我真的需要更多吗? 那么多人一不必体啊。 我曾经也为此感到纠结,我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需要那么多物质的东西。 但是通过这个生意,我发现,唯一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的方法,就是让自己拥有更多,然后捐出去。 如果我自己都顾不上,那我怎么帮助别人呢? 所以,你要明白,成功建立这个生意,让自己拥有更多盈余,你就可以捐更多给有需要的人。 这个生意让我取得成功,所以让我能够帮助你,这不存在稀缺问题,也不是贪心问题。 如果我有更多盈余,我就可以捐更多。 贪心的问题解决了,接下来就是代价问题。 做这个生意值不值得,它是否值得你为之付出时间、努力和精力? 这些问题只有你自己才能回答。 你的梦想值不值得你为之付出时间和精力? 在筛选过程中,我们要解决的也是这个问题。 我们要看看他们的想法,他们有什么梦想,他们是否愿意付出代价。 为实现梦想付出时间值不值得? 这个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。 以前我对梦想、对道德的看法都要重新审视,都要改变。 这么多年以来,我们的结论是, 这个生意绝对值得。 为了取得成功,我们要做出改变,要不断成长,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 我们收获了人脉和友情,我们去旅行,探索世界,开拓事业,我们跟很多优秀的人在一起。 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。 如果你觉得找到梦想很难,那你得想办法解决。 小时候我看电视,喜欢电视里面的东西,但是我告诉自己,就算买了也是积灰尘,所以我不会买的。 你可以想一想自己喜欢什么,筛选一下,要大胆地思考,为什么你会这样看待自己的梦想。 不要胡思乱想,让自己头脑清醒,考虑现实情况。 在此基础上,再去思考自己的梦想,想一想实现梦想的好处。 我们有书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,德士特的《不要让任何人偷走你的梦想》。 这本书要读一读,认真思考一下自己的梦想。 还有大卫·舒瓦茨的《大思想的神奇》。 这两本书是最重要的,读了之后,你就会找到自己的梦想。 其次,我们要讲一讲这个生意模式。 你对这个生意模式有什么看法? 世界上有很多赚钱的方式,我们要关注的是币向线,是打造自己的资产。 想一想,世界上还有比这个生意更好的渠道吗? 其实人生也别无选择吧。 而我们呢,我们拥有自己的生意,我们可以拥有多个收入来源,而且我们还有导师的指点。 每个人都希望拥有导师带领我们的人生之路,而我们加入这个生意,就拥有了导师的指点,而且还是免费的。 你不用花一分钱,这一辈子都可以得到导师的建议。 如果你推荐新人,你得告诉他们,我会一直陪着你奋斗,我们是长期的合作伙伴。 我们对彼此的承诺是一辈子的。 我们是团队协作,成功靠的不是个人多厉害,而是每个人的智慧。 我们是团队,我们会相互学习,各取所长。 我个人的时间不多,但我的导师会投入时间,团队的其他成员会投入时间。 这是团队每个人的努力,这个生意是一个整体方案。 如果你做这个生意,你要从哪些方面付出努力呢? 你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? 首先,做这个生意需要有一点新思维,你要改变以前的思维方式。 我发现,感性上要改变,理性上也要改变。 做出了决定就要坚持下去,不要留任何后路。 没有第二种方案,我不会尝试其他机会。 外面的月亮不会比这里的更远,就像婚姻一样,我跟他结了婚,外面还有很多帅哥啊,但是我不会再分心再找,我已经找到了真命天子。 他就是我想要的人,是我要相伴一生的人。 做这个生意也是一样,你会遇到其他生意的诱惑,听到其他朋友遇到了好机会的故事。 你要斩钉截铁地说,我不必再找。 如果你总是改变主意,换来换去,到头来只会一场空,你永远无法真正建立有价值的东西。 你做不到坚持承诺,丢失了诚信,别人也很难再相信你的话。 所以,你一定要坚定决心。 我已经找到了机会,我坚持做下去,我要成功。 这样你才能形成长期思维,你坚守承诺,别人才会信任你,这一点很重要。 你要让他们看到,你不是浅尝辙止,你要认真坚持下去。 加入这个生意之后,我就认定,就是他了。 一开始我到处寻找机会,找到这个生意之后,我就认定他了。 这个生意给人带来积极影响,对我很有吸引力。 这个系统敦促你成长,让你做出改变。 在成功之路上的每一步,除了金钱的回报,还有个人成长。 这一切都证明,你付出的努力是值得的。 如果你去打工,每天重复着一样的工作,你能有多少成长呢? 在这个生意里,你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情况。 你要做一个领导者,要做好领导者,就必须要成长。 这不是一步到位的工作,你必须不断地提高。 做这个生意对国家,对家庭都有帮助。 这个生意就是你发挥才华的好地方。 随着你做这个生意,你会遇到一些生活上的矛盾, 这些会对你的决定提出挑战。 我答应了去参加这个聚会, 可是孩子的保姆要请假,怎么办呢? 不去参加聚会吗?还是再找一个保姆? 如果你去上班,保姆要请假,那你肯定会再找一个保姆。 你总会把问题解决的。 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,你觉得这个生意不一样, 因为你对这个生意的承诺比不上对工作的承诺。 工作是老板让我们做的,你要做好自己的老板, 你说到就要做到。 在工作中,在生活中,你要坚守承诺才能取得成功。 做这个生意也是一样,要取得成功就要坚守承诺。 所以,你做出了决定,就得管理好决定。 不要遇到一次问题,就做一次决定。 每次举办聚会,不要犹豫要不要去。 在加入这个生意的时候,就做出了决定。 有聚会,就一定要去参加。 这是整体方案的一部分,要管理好这个决定。 做出了承诺,就要坚守。 首先是参加这个系统。 换句话说,就是做好合作伙伴的本分。 包括什么呢? 阅读推荐书。 你们读了多少书呢? 参加聚会,今天你们已经来了,我也不用多说。 参加聚会是整体方案的一部分。 你要把这件事情固定下来,优先考虑参加聚会。 参加聚会让你的事业更开阔。 只有参加过自由企业聚会,你才能真正理解这个生意的意义。 你会大开眼界,你会发现这个生意比你想象中更伟大。 这是参加聚会的好处。 此外,你也可以借此建立团队。 换言之,你要走出去,寻找合作伙伴一起做这个生意。 这个生意不是坐在办公室前做的,现在技术很发达,我们可以在网上举办研讨会。 就算不出门,也可以跟威斯康星州的朋友聊天。 但更重要的是,我们要自己走出去,把这个生意真正做起来。 我们要参加这个生意的活动,要加入这个系统,在这方面要坚持做到。 另外要坚持做到的是使用产品。 你要放弃奶奶用过的肥皂牌子,把这个生意的产品用起来,这是很容易做到的。 可以说是做这个生意最容易的一步,其实这也是一个决定。 在此之前,你喜欢到超市购物,适用朋友推荐的牌子,或者挑选自己喜欢的味道。 以后你不必再到超市采购,你要做的是增加生意积分。 这款牙膏可以增加生意积分,那它就是我最喜欢的牙膏。 我喜欢这款洗发水,因为可以增加生意积分。 明白我的意思吗?这是一个决定。 你已经是生意所有人,无论买什么,首先要考虑增加生意积分,而不是产品。 你要适应产品,热爱产品。 一开始怎么做呢?你可以找一本产品目录,然后到洗衣房,看看需要什么,全部记下来。 然后到浴室,看看需要什么,全部记下来。 然后到梳妆台,看看需要什么,全部记下来。 还有营养品,看看家里需要什么,全部都记下来。 然后对着我们的产品目录,翻到洗衣产品页,逐一勾选购买。 因为你在做这个生意,你要购买自己的产品。 这样一来,你家里的日常用品,就会变成这个生意的产品。 我们经常说,要做到多少积分。 如果你把家里的日用品,全部换成自己的产品。 那你至少可以增加一百积分。 每一样产品都可以增加积分,一百积分是很轻松可以达标的。 光是化妆品就已经足够了。 每一位女士的脸蛋都至少值得一百积分。 哇,你的皮肤好好啊。 当然了,我用了二百五积分的产品呢,我用上了所有产品。 你看,我们很容易就能达标积分。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常客会自动送货系统。 你在常客会上购物,把购物车设置好。 我就把家里所有需要使用的产品,都会放到常客会购物车。 虽然不是每个月都买新的,但是我们家需要的所有东西,都是从常客会购买的。 每到月底之前,家里需要什么产品,我都会发朋友圈。 我的常客会购物车就是购物清单,在发货之前,我都会发到朋友圈,这样我就不会漏掉任何东西。 到月初就可以发送到家里。 想一想,你的常客会购物车都有些什么? 如果团队每一个人都这样使用常客会,那你的生意可以流通多少产品啊? 你可能听说过,有些人在每个月第一天达标钻石,因为他们有六个小组,每个小组2500级分。 这真是让人羡慕,我们要以他们为榜样。 关于使用常客会,劳拉泰勒做过介绍。 在CD1099里面,讲得非常棒,你们可以找来听一听。 你也可以为团队树立榜样,这也是做到合作伙伴的本分,证明你言行一致,履行承诺。 当然,你的收入也取决于生意积分。 如果你不满意上个月的奖励支票,你可以做出改变,自主权全在于你。 史蒂夫·普莱斯的《家里的黄金》是一本好书,尤其推荐新人阅读,读完了就会明白怎么做。 然后是生意客户,他们的积分归你,帮助你达标拿奖励。 你可以发送样品,送货上门推销,让他们形成购物习惯,成为你的回头课。 网上很多关于产品的课程,你打开教育中心页面,就可以看到两分钟、三分钟的短视频,都是关于产品介绍的,对销售产品非常有帮助。 你没有理由不学一学,结识新朋友的威力也是一本好书,对如何跟客户打交道有帮助。 接下来是生活方式的优先次序问题。 你要改变目前的生活安排,这是肯定的,你的生活会变得不一样,你可能要重新安排时间,优先考虑做这个生意的事情。 其实人经常都会这样做的,比如说生了孩子,或者换了工作,或者重新返回学校念书,他们做出调整,适应新的生活方式。 对待这个生意也是一样,你要做出调整,预留做这个生意的时间。 我加入的时候,我在学习做中餐,学习舞蹈,还有弹钢琴什么的打发时间。 加入这个生意之后,我必须放弃其中几项。 这个生意成为我优先考虑的事情,我付出了代价,我要适应新的生活方式。 既然我做出了承诺,那我就得坚守承诺,这是真实的代价。 我的代价跟你的问题不一样,伴侣付出的代价也不一样。 做直戏的时候,我们的孩子还很小,套幕经常出差,每次离开两三天,对我来说比一个月还漫长。 我的代价就是留在家里,如果他在家的话,我们俩就一起去参加聚会。 每个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,但是总得付出代价。 此外,遇到事情要学会灵活处理,因为生活会变得很忙碌,有了梦想生活就会忙碌起来,不再跟以前一样浑浑噩噩。 在很久以前我就明白,一切都要靠自己。 衣服不会自己变干净,地上的灰尘也不会自己消失,需要做的事情一件都不会少,但是你必须做出改变。 如果生活太忙碌,怎么办呢? 你要想一想,哪些事情比较重要,哪些不那么重要,不重要的先不做,或者想办法灵活处理。 比如说,只看半场棒球赛,然后就去参加聚会。 你们都很聪明,一定能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。 参加聚会当然是最重要的。 在我们的日程表里,聚会是每年的首要大事,从来都不会改变。 如果哪位亲朋好友要举办婚礼,如果他们不影响我们出席,那就得先看看我们的聚会时间表。 不要跟聚会的日期有冲突,任何事情都不能影响我们参加聚会。 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,是我们参加聚会的时间,这是写在我们的日程表上的。 任何事情都不能影响。 所以,如果你对这个生意做出了承诺,你就得履行承诺,把聚会的时间写在日程表上,这是基本的要求。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,都不要受到影响。 我们全力以赴,一个聚会到一个聚会从不缺席。 我们履行自己的承诺,这是大家看得见的。 还有孩子的问题,我们一边建立这个生意,一边抚养两个孩子,真的相当不容易,我是深有体会。 可是,孩子就是我们建立这个生意的理由啊。 你要为孩子打造一份遗产,他们也会帮助你建立这个生意。 在此过程中,他们体谅你,支持你,他们也会成为更优秀的人。 所以,女士们,去参加聚会吧,孩子们会好好长大的。 如果你还没有孩子,你也可以跟其他妈妈取经。 搬到新家三个星期之后,汤姆说,我们要去参加一个聚会。 我说,好吧。 我敲开一个邻居的大门,问他怎么找保姆。 他给了我一张15个人的名单,这张名单我用了很长时间。 于是,我打电话问名单上的陌生人,可不可以帮我照顾小孩。 所以,如果你还没有孩子,你也可以跟其他妈妈取经,了解一下附近的高中或者教堂。 有些家庭让孩子在家里上学,你也可以给他们打电话,他们也兼职照顾孩子。 有一次聚会,我要找保姆照顾小孩,打到第21个电话,才找到保姆。 我讨厌打电话找保姆,但是我更讨厌带着孩子去聚会。 所以,你手中有没有21个保姆的名单呢? 你的保姆名单够长了吗? 名单要越长越好,这样你的孩子才有人照顾。 最后是,穿着打扮问题。 门星自问,你看上去像不像一个拥有保健美容生意的人? 你们应该听说过第一印象有多重要。 见面七秒钟,你给别人留下什么样的第一印象? 不要穿运动装,当然也不用西装领带。 你的穿着打扮要让人相信你从事保健美容方面的生意,这一点很重要。 我们的穿着打扮要配得上我们所做的事情。 有一次聚会,我们跟对方介绍这个生意,对方说,哦,真看不出来啊。 现在你意识到了,这是一个生意聚会,我们是认真的。 所以,你要让人家一看到你,就相信你是生意人,做的是美容产品,护肤产品,保健产品,洗涤用品生意。 明白我的意思吗? 你的穿着打扮,一言一行,举手投足,都要传达一个信息,我很成功,我很自信,我很有激情。 我们做这个生意,首先为的是赚钱。 跟其他生意相比,这个生意的成本真的非常低。 但是,无论成本如何低,还是需要付出成本。 在这个生意能够产生持续收入之前,你需要拿当前的收入来做这个生意。 你可能觉得,当前的收入已经不够花了,哪里还有钱投资这个生意呢? 怎么办呢? 其实,我们的很多需要都是奢侈品,我们却误以为是必需品。 如果你觉得难以区分,也许你的脑师可以帮助你。 你以为是必需品,其实并非必需,你可以把这部分钱省下来,用来做这个生意。 比如说,省下外出就餐的钱。 人们经常到外面吃饭,现在好像自己做饭的女士已经不多了。 说这话可能有点得罪人了吧,其实完全可以自己做饭。 如果工作太繁忙,那可以在家里吃火锅,或者用电饭锅预约煮饭,或者简单做一个三文治,学习怎么做饭。 外出就餐会花很多钱。 省下出去做美甲的钱,很多人会问,那你怎么休止家呢? 我自己做美甲,出门前五分钟就可以做好。 我不会花钱做美甲,听起来可能难以置信。 其实你真的没有必要花钱做美甲,当然,做美甲也没什么不对,只是不做可以把钱省下来。 我知道很多女士花好多钱做美甲,其实你可以自己做。 做完了,再帮丈夫运衣服。 她的衣服也可以自己运满,衣服也不用送去干洗,这些钱都是可以省下来的。 想一想,你的钱都花在哪里,哪些可以节省下来? 你可以把省下来的钱作为这个生意的资金。 还有就是跟伴侣同心协力。 夫妻一起做这个生意,你要学会如何跟伴侣合作。 这是跟日常相处不一样的,你们要给彼此一点时间,因为一起做生意是新的体验,你们俩都没有经验。 跟陌生人交谈,商量交谈的细节,调整思维方式。 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次接触,关于相处之道,我们也有不少好书,比如说盖瑞查普曼的爱的无中语言。 要了解自己的伴侣,有时候女人的一些行为只是本性使然,不是为了惹怒丈夫。 如果你了解这些东西,夫妻之间的相处就会和谐很多。 当然,还可以阅读卡奈基著名的作品《人性的弱点》,教我们如何与人打交道。 还有雷斯·基普林的《与人相处的技巧》,挺薄的一本好书,罗布特·罗姆的《正面性格特征》, 这些都是教我们解读人性,与人打交道的好书。 最后再说几句态度问题,首先是关于自己,怎么看待自己? 在这个生意里,不付出努力就不可能成功,加入了并不代表什么,做了起步也不代表什么。 只有付出努力,成功才会属于你。 做这个生意没有捷径,你必须踏踏实实做到该做的事情。 你要加入这个系统,导师让你做的事情,你要一分不差地做到。 当然,不要只看工作,不要只看代价,我们还要看看回报。 成功之后你可以得到什么。 如果你有一点幽默感,你就一定会笑出声。 在未来某个星期六晚上,你会站在台上分享自己的成功故事。 你会讲自己的经历,聚会之前做了些什么,在聚会上做了些什么,聚会之后做了些什么。 不要忘记提醒自己成功的滋味,成功之后你会怎么样。 同时要享受这个过程,正是做这个生意的过程让你不断成长。 所以,要拥抱这个过程,不要逃避。 然后是关于其他人,怎么看待他人。 我们要跟别人一起建立这个生意。 在与人打交道的时候,如果你觉得不自在,那是因为你太在乎别人的看法。 对此我想说的是,不要再纠结别人对你有什么看法。 因为别人对你根本就没有看法,其实他们像你一样纠结,你对他们有什么看法。 明白吗?这是我在上次聚会上的感悟。 别人根本就不关心我,他们只关心我对他们有什么看法。 只要你迈出第一步,你就能成为会场上的明星。 不要纠结来纠结去的,因为人家也很不自在,你要帮助他们放松,成为他们的朋友。 所以,不要老纠结自己,放松一些。 在结识新朋友的时候,要往好处想。 对每个人都要有正面的看法,但是你不能强迫所有人成功。 虽然我们做到了每一个步骤,我们帮助他们起步,但是他们成功与否,还是取决于他们自己。 我们会竭尽所能帮助他们,我们也会努力寻找正确的人选。 如果结果不如人意,那我们也只能放下,然后继续前进,寻找下一个人选。 世界上还有很多人的,下一次一定会做得更好。 对待他人要有爱心,要乐于帮助他们,懂得体谅他们的难处,要学会控制自己接人带物的态度。 每天早上,面对不听话的孩子,乱糟糟的宠物,你可能会发点脾气。 但是开车出去工作的时候,你要控制好自己,要表现得专业一些,因为你是专业人士。 做这个生意也是一样,在聚会上,你要表现出乐观积极的样子。 不是说让你演习,而是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态度,在不同的场合表现得恰如其分。 别人没有义务承受你的努力,你是专业人士,所以要做出专业的样子。 最后我想说,你可以建立这个生意,所有的技能你都可以学习。 没有人天生就什么都会的,一切都可以学。 做这个生意所需要的技能你都可以学习,可以一边做一边学,只要你认真学习,你就会做得越来越好。 外面有很多人在寻找机会,就算你搞砸了一次,你也可以继续前进。 当然,你要复盘反思,看看哪些地方还可以改进。 这个生意是很宽容的,你可以不断地进步。 记住,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。 有些人说,我要一年内成功,不成功就退出。 我说,可是你可能要一年半呀。 为什么要人为设定一个期限呢? 你怎么确定自己成长需要花多长时间? 找到合适的人选需要花多长时间? 这个生意值得我们不断付出努力,所以千万不要退出。 你跟别人说,这个生意很好,值得我们去打造。 这是千真万确的,你说话要算数,这关系到你的诚信和人品。 所以,不论怎么样,你也不能退出。 这个生意值得你为之奋斗,千万不要放弃。 那么,你们应该怎么做呢? 下面,我要请汤姆上台,由他来跟你们讲这个问题。 谢谢大家,你们知道德士特为我们写了祈祷文吗? 他在追求这本书里为我们写下了祈祷文,我想给你们念一下德士特的祈祷文。 这是德士特为我们为每一个读到这本书的人而写的。 他说,愿上帝保佑你们每一个人,你们有永不放弃的梦想,有信心实现梦想,有力量坚持下去,直到看到梦想成真。 这也是我们为你们,为我们耶格机构的祈祷,像德士特这样的前辈,为我们打下了深厚的根基,使我们产生信念,让我们坚持不懈。 说到挑选合选的人,我想起一个故事,有一个人去找他朋友,看见他朋友的狗坐在朋友旁边,那条狗看到他就狂吠起来。 他问他朋友,你的狗是怎么回事? 他朋友说,我的狗没有任何问题,它只是坐在钉子上了。 他说,那他为什么不起来呢? 他朋友说,因为他并没有痛到要起来的地步,只是叫几声而已。 很多人就跟这只狗一样,不管做没做这个生意,都一样。 他们知道应该做点什么,但是他们只是抱怨,却没有行动。 我们说,要找到合适的人选加入这个生意,正确的做法就是让他们站起来,不要再坐在钉子上。 他们要有采取行动的意愿,我们有一套计划,如果他们相信,他们可以按照这个计划,一步一步地走下去。 接下来,我给你们讲一讲这个挑选的过程,这是我们的方法,无论是什么方法,最终目标是寻找优秀的人选。 今天的介绍非常引人入胜,我相信,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找到这样的人选。 他们能够充分理解这个生意机会的价值,百分之百投入到培训活动,全力以赴提高自己。 他们了解做这个生意的平台,也很清楚他们需要参加的活动,需要做到的任务。 你们之间达成一种共识,这样的人我们都想要。 先找到合适的人选,对他们进行培训,然后再帮他们起步。 这就是挑选过程的核心宗旨。 筛选过程可以分为八个步骤,这八步走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模式。 它是多年前由耶格机构的钻石开发出来的,初中是把德斯特建立这个生意的理念和方法变成文字,以便于教学。 它由一系列会面构成,其中第三步到第六步是行动部分,属于行动循环。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筛选过程。 今天,我先介绍一下这个框架,然后再具体介绍每一次会面。 怎么理解这个筛选过程呢? 主要是两点。 它是一种思维方式,是一个框架。 所谓框架就是一系列步骤,你可以按步骤去做。 思维方式就是我们对步骤的认识,什么时候做哪一步,为什么要这样做。 你们可能已经听过,框架就是一系列步骤,如果没有正确的思维方式,这些步骤就会非常机械僵化。 我喜欢步骤,喜欢一步一步来。 如果步骤里没有,我就不会做。 我喜欢严格按照步骤来,但是这样会导致机械僵化。 做这个生意需要一些灵活性,要懂得随机应变。 思维方式就是我们对事情的看法,但是,如果没有框架,思维方式就没法教。 所以,我们需要有一个八步走的模式,包括框架和思维方式。 我们按照框架的步骤来做,把钻石做这个生意的思路,德士特做这个生意的思路,交给独立生意人。 我们的目标是与对方建立联系。 我们花时间与人交谈,目的就是跟他们建立初步联系,产生信任。 他们对你要有信任,你对他们也要有信任。 信任必须是双向的。 你们也应该听说过,人们总是和他们喜欢而且信任的人做生意,这是一切的开端。 我们这个框架以及一系列的会面,都是为了这个目标。 如果按照系统的步骤来,系统会确保你的每一步都做对,让你树立正确的姿态。 我们是买方,我们不是卖方。 这一点一定要让他们明白。 我们把这个机会介绍给他们,他们应该感到庆幸。 他们要明白,主导权在我们手上,我们才是剁手。 只有如此,他们才会认真听我们的话。 只有他们信服你的领导力,他们才会认真听你讲。 当然,你也要信服你的领导人。 有时候你会产生挫败感。 我们让新人加入,愿意为他们投入时间和精力, 甚至付出金钱。 我们那么用心帮助他们,所以我们希望他们做出相应的回应。 筛选的过程,看的就是他们如何回应。 在一开始的时候,你跟他们讨论一个共同话题。 这个时候,我们不会透露自己是做什么的,更不会讲怎么做。 我们要谈的是我们的人脉,他们对我们的教导,以及为什么他们的教导那么让人兴奋。 这里面是有区别的。 如果你一开始就跟他们谈网址,谈企业,谈产品,那他们从一开始就理解错了。 我喜欢随身带一些文件,我有一个很大很厚的文件夹,里面装有关于这个生意的信件、明信片、邮件。 都是这些年来,人们寄给我的。 他们告诉我,这个生意对他们生活的影响,或者感谢我把这个生意分享给他们。 有些人写信告诉我,他们做这个生意的经历,这个生意对他们的人生的帮助。 几个月前,我才收到了这样的一封信,来信者告诉我,这个生意对他影响最大的地方,就是他在耶格机构里学到的东西和认识的人脉。 这就是整个筛选过程,其实是一系列的会面。 接下来,我想简单讲一讲这些会面,每次需要达到什么目的,还有背后的思维方式。 首先是初次见面,分为两次。 这是建立联系的阶段,不要讲太多这个生意的事情,要与他们成为朋友。 然后是生意概述,也就是讲计划,然后是跟进。 应该怎么做跟进呢? 我会讲一些具体的做法。 然后是第二次讲计划,第二次跟进。 给他们一份调查问卷,然后向他们明确提出邀请,邀请他们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。 你给他们提出明确邀请,这说明他们通过了你的筛选。 如果他们喜欢你介绍的机会,愿意负起责任,那他们就可以做起步。 起步之后,他们必须百分之百融入这个系统,充分理解这个系统的意义。 在起步之后,我们会让他们参加一个正式的培训。 经过培训,他们开始适应这个生意,形成做生意的基本奇怪。 你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在做这些步骤。 其实,我们做这个生意的功夫,大部分发生在初次见面,也就是结识新朋友,建立初步联系,分享我们的故事,给他们敞开大门,带领他们走进这个过程。 就好比一条管道,我们在入口这一段做好筛选,我们跟他们分享故事,看看他们的反应,然后带他们进入管道。 能够从管道另一端走出来的人,就是未来的直系,甚至更高层次。 比起直接跟他们讲计划,这个方法效果好很多。 我们把过程走一遍,然后帮助他们起步。 他们拿到起步套装,在独立生意人网站,注册账号,建立自己的网页,购买下一次聚会的门票,做好日程安排。 总之,做这些事情,他们感到很兴奋。 在调查问卷的最后,他们反复追问,下次活动是什么时候,下次聚会是什么时候,我们要做些什么? 把这些都告诉我吧。 效果真的很棒,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对了,他们做这个生意,就会很快上手。 看到他们取得的进展,我们真的感到很激动。 初次会面是我最喜欢的,也是效果最好的。 如果你是刚刚加入的新人,你应该从主动攀谈开始做起,然后跟他们约一次见面的时间,你的导师可能会陪着你跟他们见面。 在单独做初次会面之前,新人最好先观摩导师的做法,至少观摩三次。 就算他们能力很强,也应该先做观摩,然后再独立操作。 初次会面其实挺简单,就是相互认识,了解一下彼此的情况。 这个过程是非常愉快的,我们不会给他们介绍实质性的内容。 你就简单地跟他们见面聊天,观察一下他们是否跟你有相似之处,你是否喜欢他们,他们是否喜欢你。 我们怎么跟人建立联系呢?可以问职业,你是做哪一行的?也可以问家庭生活,下班之后你喜欢做些什么?你有什么兴趣爱好? 初次见面就是认识对方,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,也讲一些自己的事情。 要记住,要善于倾听,让对方多说。 你向对方提问题,让他们来回答。 相信你们都读过卡内基的人性的弱点,这是最好的例子。 你可以充分利用这本书。 这个阶段是彼此建立联系的过程,你要认真做好评估。 他值得我对他做出承诺吗? 我愿意在他身上投入时间和精力吗? 你一边跟他聊天,一边在心里做评估。 你向他们提问,也稍微讲一讲我们所做的事情。 向他们介绍我们是做什么的,我们是建立资产的。 大多数时候,我们还要解释什么是资产,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资产。 在此过程中,我们要对他们做出评估,告诉他们我们要走一个过程。 还要告诉他们,我们的团队、导师、领导团队也是这样做的,也经历了这样的评估过程。 你跟他们说,我得履行合作伙伴的责任,来向我导师证明我的承诺。 我知道要做积分,要做到该做的事情,我必须做出承诺。 我也是经历了这个过程,才赢得导师的指点。 我们根据他们的回答,来评估他们是否符合要求。 我们所提的问题,最终目的是帮助我们判断,这个人是你愿意合作的人吗? 要牢记这个目的,你要决定是否跟他们一起把这个生意做下去。 他们也需要做出决定。 你可以跟他们说,在这个过程中,无论任何时候,只要你觉察到有不合适的地方,你都可以终止这个过程。 同样,如果你发现了问题,脑海里亮起了红灯,你觉得不会有什么结果,那你也可以停止。 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。 你需要问一些问题,你要先观摩导师怎么做,但不是像审问犯人那样提问。 你不能接二连三地问个不停,要把问题融入到聊天之中。 比如说,你想问他们是结果导向还是过程导向。 我们可以采用一些技巧,只要方法正确,任何问题都可以问。 你可以跟他们说,我之前回答过一些问题,然后把问题告诉他们,把你的回答告诉他们。 我们希望从一问一答中发现他们的形式方式。 你说,他们问我一个问题,我还想了挺久才回答的。 这个问题是,你是结果导向还是过程导向? 我的背景是工程师,我接受的教育,所做的工作都是跟工程相关,但我的人生目标是获得财务自由。 我知道,凭我现在的工作那是不可能的,这一点我很清楚,但是我做了一下改变。 我不管这个过程是否跟工程师有关,只要能获得财务自由,就算到乡下扫牛粪、育牛粪也无所谓。 听了这些话,他们通常会表示认同,我也一样,然后你就让他们说下去。 大多数人都会说,他们是结果导向,但是很多人也会强调,他们一定要享受过程。 如果不是真正喜欢的事情,那他们就不一定会去做。 这时候,我心中会亮起黄灯或者红灯。 从另一方面看,如果你是结果导向,那么要是遇到困难,他们就不会弃你而去。 不管是生意上的问题,还是家庭的问题,只要你专注于自己的目标,你就能克服一切困难。 我推荐你们读一本书《激情的错觉》,你们好好读一读。 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呢? 人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表现得很有激情,但是他们却不想办法解决钱的问题,因为豪情万丈,不花钱呀。 聊了几句之后,你就可以穿插着提一下这些问题,当然也取决于交谈是否顺利。 有一个问题一定要问,那就是,他们是否经历过网络营销? 听说过网络营销吗? 对网络营销有所了解吗? 半数人不知道什么是网络营销。 如果他们听说过,然后告诉你他们见过的网络营销,你会发现,他们说的网络营销跟我们所做的完全不是一回事。 我们做网络营销的经验比较丰富,所以我们可以简单探讨一下,什么是小生意网络营销,什么是大生意网络营销? 一定要让他们明白其中的区别,让他们牢记以前了解的一切。 我们的平台属于大生意网络营销,就是21世纪的生意这本书的主要内容。 我们要稍作引导,让他们阅读这本书。 这个问题也很平常。 我以前遇到一位女婿,她是一家大型医药公司销售代表,有六位数以上的收入,然后她跳槽到另一家大公司。 虽然她在以前的大公司做得很成功,但是到了新公司,她以前的经历反而成为了缺点。 新公司要求她忘记以前的做法,完全按照新公司的系统来操作。 他们希望她做到百分之百的切割,就算她以前公司的系统非常成功,但是她必须按照新公司的系统来操作。 我们这个生意也是一样,无论是什么背景,只要他们加入我们的团队,那他们就得忘掉以前所学的网络营销,像一张白纸一样,在我们的系统里重新学习。 如果他们愿意再次见面,我们可以介绍他们读这本书,让他们预先学习我们的网络营销概念。 这就是初次见面。 接近尾声的时候,如果你喜欢他们的反应,你觉得他们很不错,他们也觉得你很不错,你可以跟他们说,今天我们聊得很不错,你是否愿意下次再见面? 你已经跟他们说过,这是正式会面,或者问他们,你想不想我把你介绍给我的导师? 如果他们回答是,我当然愿意,聊到这个时候,他们多半都会愿意的。 我说,那行,我给你一个任务,在下次见面之前,读完《21世纪的生意》这本书。 如果跟我导师见面,那你必须说到做到,我会跟导师联系,看看他什么时候有空。 我一般会问他们喜不喜欢电子书,如果他们喜欢,我会马上搜索一下,他们可以自己下订单,或者自己随身带一本纸质版的借给他们看。 我不会拿着书跟他们见面,我把书放到车上,因为他们也不一定做出我想要的回答。 如果他们的回答很不错,你就说,我推荐你读这本书,在我车上,然后走出去把书拿给他。 他们读过这本书,我们再给他们讲计划,他们就比较好理解。 这是做这个生意的重要铺垫。 如果他们不知道这本书,那得多说一些,告诉他们下次会面要说些什么。 这就是初次会面的第一场,他们拿到一本书,你告诉他们,下次见面,我们要讨论一下这本书,我会介绍我们这个建立资产的项目。 但就像从万丈高空往下看一样,我只能讲个大概,没有太多细节,只是有个印象。 这样,他们就知道下次见面要做什么了。 在讲初次见面之前,我也提到,在目前阶段,只要你铺垫好,他们并不期望你给他们讲计划,或者介绍这个生意的任何信息。 见面的目的,就是相互认识,了解一下彼此的情况,看看他们的思维方式,告诉他们我们的想法,我们想找什么样的人。 如果双方都有意合作,那就继续走下去。 这就是初次见面的任务,他们不会期望你马上讲计划,其实就是大家一起喝杯咖啡。 在结束的时候,我们告诉他们,下次见面会做些什么。 有始至终,你都要掌控全场,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。 我们要掌握主导权,如果他们想争夺主导权,不要轻易放弃。 接下来,初次会面的第二场,我们要讨论一下这本书。 我会事先向他们要电子邮箱,给他们发一些关于这本书的问题。 第二场见面的时候,有些人会把答案详细地写在纸上, 有些人会在书上写批注,好几页好几页的批注,写得非常细致。 我认为这是很好迹象,这说明他们很兴奋,很感兴趣,按照我们的引导去学习。 我很喜欢这样的人,大多数人对我给他们的问题都有了答案。 所以,你一定要对这本书非常熟悉,甚至做到倒背如流。 这样你才能问他们细节问题,比如说,创造资产的八种方式, 你喜欢哪一种,为什么喜欢? 只有熟悉这本书的内容,才能跟他们讨论。 如果他们不做选择,我会随手挑一个,比如说,真实世界的商业经验。 罗伯特·清奇先生认为,这是最重要的资产。 书中有一张人生技能清单,这是我们这个生意的成功人士总结的。 成功者的态度,成功者的穿着,克服个人恐惧、怀疑和拒绝, 人积交往技巧,时间管理技巧,设定目标,财富管理,投资技巧。 在生活中,没有人教你这些技能,学校也不会教。 从学校出来的年轻人,这些技能有一半他们都没听说过。 你把他们带到我们这个生意,让他们得到成功人士一对一的指点, 或者引导他们阅读,介绍他们加入这个系统,通过培训掌握这些技能, 他们这一辈子都会因此受益。 我把这点指出来,因为在我们这个生意里, 人排在第一位,利润排在第二位。 你们从CD里也可能听说过,这是绝对正确的做法, 如果有新人加入,在真正赚钱之前, 我们已经对他们投入大量的时间、精力和金钱。 从我们的角度看,我们在他们身上投资, 我经常送他们书籍,至少书也是要钱买的吧。 如果他们住得比较远,我们还大老远开车去拜访。 所以,我们是真金白银地投入时间、精力和金钱。 我们是对人做投资,所以我们一定要寻找合适的人选, 否则我们的投资就不划算了。 在初次会面第二场,你跟他们简单介绍我们这个系统的运作。 在结束的时候,如果双方都有兴趣继续走下去, 那就约定下一次见面,给他们讲计划, 也就是生意概述第一场。 你可以自己给他们讲计划,如果你的导师已经参与其中, 那就让导师来做。 我建议尽早让导师参与其中, 你已经完成了初次会面第一场第二场, 接下来让他们认识这个生意机会, 可以通过公开讲座,可以是一对一讲解, 也可以利用网络会议进行。 我自己经常在家里远程讲计划, 通过网络会议给远在肯塔基州的朋友讲计划。 无论用何种形式,他们认识了这个生意机会, 然后就是做跟进。 你要做好安排,跟他们约好时间。 做跟进的时候,你要回答他们关于这个生意的疑问, 也可以给他们相关网址,让他们自己阅读。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让他们理解, 安利是做什么的,耶格机构是做什么的。 安利负责产品,我们耶格机构负责打造网络, 培养企业家。 安利的产品都是热销使用的产品, 我们这个系统是围照着人来运作的, 我们要寻找合适的人选。 还有我们的继续教育系统, 我们的领导人很清楚这个生意的回报, 需要做些什么,需要付出什么, 才能得到这些回报。 归根到底,这个生意成功的秘诀在于习惯, 正确的习惯, 只要你长时间坚持正确的习惯, 你就能取得成功。 成功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, 在筛选阶段, 还有另一本书很值得一读, 复合效应。 如果还没读过的话, 尽快读一读, 复合效应, 简单的事情, 只要坚持做下去, 养成习惯, 就会产生爆发性效应。 既然秘诀就在于习惯, 那么一切都可以回溯到输入。 培训系统是否有效, 取决于是否有正确的输入, 所以, 我们要让他们全力投入。 如果他们不愿意投入其中, 不愿意发挥自己做团队中的作用, 那就不要勉强了。 为什么要给他们, 给自己找不痛快呢? 核心习惯也是最基本的要求, 就是每天听CD和阅读。 每天听CD, 每天阅读, 要说到做到, 要负起责任。 导师制度就是为别人负责任, 导师考虑的是怎么做, 才最符合你的利益。 所以, 新人起步之后, 我们会让他们加入一个30天的集训, 也就是30天核心冲刺。 在这期间, 他们每天要听CD和阅读, 每天登陆独立生意人网站上打卡。 此外, 还有定期的培训活动, 我们隔州举办一次ICO, 这些活动,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承诺做到。 还有每月一次的讲座, 像今天这样的聚会就是, 或者通过网络视频, 跟全国各地的朋友见面。 做这些事情, 都需要付出一些成本, 但是做什么不要成本呢? 做过生意的人, 应该更能理解成本问题。 每个人都有过工作, 应该都知道, 做生意需要不断投入资金。 至少在我们这个生意里, 你可以很快就投入运营。 我们有每周一次的活动, 每个月一次的活动, 还有每季度一次的活动。 我们每年举办四次大型的聚会, 你要时不时换一个环境。 我们这个系统成功的秘诀之一, 就是参加大型的全国性聚会, 和每月一次的地方性聚会。 比如说传话, 我跟你说一句话, 你传给后面的人, 后面的人, 再传给他后面的人, 传到第十个人的时候, 这句话会变成什么样子, 早就偏离你的原话了。 举办大型聚会, 把人们聚在一起, 他们就可以直接听到台上的讲话, 不会出现以讹传讹的情况。 我自己不必精通一切, 施展魔法, 他们来参加聚会, 就能学到一切需要的技巧, 不用我来跟他们逐一培训。 让他们加入这个系统, 他们就可以学会。 这个系统就是这么强大, 还有个人积分问题。 在讲计划的时候, 我们也会介绍, 至少会提到, 每个人每个月做到150积分, 夫妻两人就可以拥有300积分。 你问问自己, 这些简单的事情, 难道你会做不到吗? 如果你这样问他们, 他们肯定会说, 我都可以做得到。 至于赚钱的部分, 我们下次见面再聊, 下次见面, 就是做跟进的第二场。 你给他们解释, 做这个生意的思路, 同时, 让他们开始想一想列名单。 他们首先要找到人, 就是名单上的人。 引导他们进入下一次会面, 最好换一种方式来做, 让其他人加入进来, 比如说你的导师, 或者安排一次网络会议。 如果你单独跟他们见面, 那就做好准备。 但是, 做跟进的第二场, 你得回答他们的问题。 他们对这个生意计划, 可能还有一些疑问。 有几件事情是必须完成的, 首先是调查问卷, 这个问卷做得很好, 可以筛选出合适的人才。 我自己没有做过这份问卷, 但是我看到别人的回答, 感到非常兴奋。 他们的回答非常震撼, 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对这个生意的理解。 他们要追求什么? 为什么有这样的追求? 有人跟我说, 他们花好几个小时思考怎么回答, 跟伴侣激烈讨论。 为什么要做这个生意?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? 我们要做出什么样的承诺? 下一次聚会什么时候? 怎么样才能去参加? 通过这份问卷, 我们能够对这个生意产生如此深刻的理解, 真的让我感到非常震撼。 他们甚至还没有加入。 针对这份问卷, 他们还提出自己的疑问, 比如说, 常课会是什么? 分级奖金制度是什么? 很明显, 他们正是我们要寻找的人选。 所以, 在做跟进的时候, 我们一定要为他们答疑。 当然, 要确认他们回答了所有问题。 如果他们没有回答, 你可以给他们打电话, 提醒一下。 你向他们提出加入的邀请, 他们接受了邀请, 接下来就是帮助他们起步。 做起步不仅仅是注册加入, 你还要帮他们做一下规划。 起步之后, 他们就开始享受这个生意的乐趣了, 就像加入一个游戏一样, 你刚刚加入, 还没有什么战斗力。 起步之后, 要开始工作了。 他们做30天核心冲刺, 就是让他们开始做到基本习惯, 每天坚持听CD和阅读, 负起责任, 坚持参加聚会, 跟团队其他人一起聆听成功人士的指点。 然后他们开始列名单, 学习使用常课会。 更重要的是, 学会如何讲故事, 因为他们要与人交谈。 我们要教他们怎么讲, 不能让他们一加入就出去, 我们要帮助他们做好准备。 他们如果跃跃欲试, 我们反而要拉住他们, 为什么呢? 因为我们要确保他们说正确的话, 不要谈是什么和怎么做, 要谈认识什么人和为什么做, 这样他们的初次会面才不会出错。 我们要先把故事准备好, 做起来是很好玩的, 你会跟很多人互动。 30天核心冲刺完成之后, 接下来是90天核心冲刺, 其实就是做更多工作。 结交新朋友分享你的故事, 留下相关信息, 打开通网导师的大门, 这些都是初次会面第一场要做的事情。 在上一次聚会, 史蒂夫耶格说, 建立这个生意就是不断地完成90天核心冲刺, 只要你积极行动, 每天听CD, 阅读推荐书, 养成习惯, 坚持参加聚会做积分, 进入正轨之后, 这个生意就会自然发展起来。 现在, 你需要做的就是主动攀谈, 用正确的方式告诉他们这个机会, 然后开始筛选程序。 只要你持续增加新人, 这个过程就不会停止。 至于能增加多少人, 每个人的数字都不一样。 在我们团队, 从初次会面第一场开始, 大概有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的人, 最终能够成为优秀的独立生意人。 我不知道你们的比例是多少。 据我了解, 多尔耶格正在收集相关的数据, 这个比例是有所上升的。 我们再保守一点计算, 30个人之中, 有一个人成为独立生意人吧。 如果你真正想建立这个生意, 那你每个月至少要结识15个新朋友, 一直以来都是如此。 如果你每个月跟15个新朋友做初次见面, 90天就是45个, 如果成功率是四十五分之一, 那么一个季度之后, 你可以带出一个优秀的独立生意人。 一个季度带出一个, 我们的大型聚会也是每季度举办一次, 你可以自己算一算一年之后的数字。 一个季度带出一个, 你手把手教他怎么做, 一年之后, 你的团队就有15个独立生意人, 每个人的积分在1500到3000之间。 一年之后, 你就可以拥有2500积分的生意, 有15个独立生意人, 能够带25个人参加大型聚会。 按照这样的速度, 再过去一年之后, 你就能做到7500积分。 要达到这个目标, 你至少每个季度带出一个优秀的独立生意人。 我们要寻找那些完美复制我们做法的人才, 他们很清楚自己该做些什么, 他们按照我们的框架一步一步做下去。 以上就是我们的筛选过程, 我知道你们还有很多疑问, 但是你们应该向自己的导师咨询, 这些技巧该怎么用, 现在应该怎么做。 刚才我们领导人团队也提到, 不要一下子灌输太多信息, 如果要说一个基准线的话, 那就是每个月做15个初次见面。 如果你以前不是这个节奏, 你也不用马上改变, 首先还是要跟导师商量, 就算他们真的加入了, 他们唯一愿意做的事情就是聊天, 他们不会让对方知道, 也不会留下信息, 他们只是聊天。 做多少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的, 也许你希望一个月一次, 然后增加到一个星期一次, 根据每个人的情况, 逐步增加数量。 归根到底, 你还是要先跟导师商量一下。 在这个生意旅途上, 导师是一直陪伴你走下去的人。 我就讲到这里, 我们晚上再见吧。